大家好,我是阿聚,废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 上一期当中,阿湘单独前往外穿,希望能化解入罩和外穿的矛盾,夫妻俩久别重逢,彼此之间相对无言。 好像有很多话想说,又好像一句话都很难开口。 吉武率先说话,他问阿湘还记得七年前吗? 也是在这个地方,一对少年少女紧紧相拥,并稳在了一起,好似让大海为他们见证一般。 同样的一段话,不同的人说出来感觉还真是不一样。 阿湘变了,他的心已经离开了吉武,而吉武却还是曾经那个少年。 感情里最怕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已经走远,另一个人还傻傻地在原地等待。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事实上,阿湘心里又能好过半分。 春去秋来间,他与吉武都在红尘徘徊,但今时未开,宿命将他们狠狠地捉弄了一番。 吉武好羡慕眉目,他心心念念的最爱,眉目却每天都能见到。 吉武很礼貌地松开了阿湘,现在的他已经失去了所有资格。 阿湘踏上了返回的班车,那是无言的道别,也是命运的无奈。 这一生,也许再也无法相见了吧。 回来后,阿湘已经调整好了状态,他告诉板东,事情谈好了,医药费一家一半,时间,地点,由入罩来定。 说完后,阿湘就匆匆离去了。 本想着孩子能够给他些许安慰,马场却示意了一下阿湘。 他和吉武第一次旅行的照片,他一直偷偷藏着。 现在却被眉目发现了,阿湘很惶恐,他不敢想此时的眉目会有多生气。 这天的眉目很晚回来,阿湘一直等着他。 不难看出眉目喝了很多的酒,但他也有关心阿湘,问他这么晚怎么不睡,感冒可就不好了。 阿湘自知李亏没敢说话,只是告诉他今天谈得很棒。 眉目说完就走了,只留阿湘呆呆地留在了原地。 时间转眼间就过去了,和解仪式也在今天开始,板东首先开始发言。 他说,此次纷争有两人承担,我板东酒兵卫算一个, 女中豪杰,吉武立根也算一个。 有史以来,酱油商同余夜水火不容,但是今天却能在一起,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立根也在此时发言了,自古冤家疑解不疑解, 希望以后两家也能和平相处,双方还做了友好的仪式。 就和解仪式当天,阿湘独自坐在火堆旁。 为了眉目不再有顾虑,他决定把所有照片全部烧了。 这是他对吉武最后的一丝留念。 纵然阿湘再坚强,最后的牵绊断掉后,他的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回到主场这边,鹰一郎将吉武的遗物还了回去。 这是阿湘当年留下的,气氛也慢慢热闹了起来。 男人只要有酒,那便满城皆是兄弟。 这时,板东和吉武对上了话。 他希望吉武能够早日再婚,让立根放心,也好继承外穿码头的事业。 吉武却表示,唯一的继承人是我弟弟,他已经死过一次了,鬼,就该像鬼一样的过日子。 他又对眉目说, 不断对立抗争的两大家族在阿湘的出面调停下,终于和解掉了。 仪式在掌声中开始,也在掌声中结束。 到了夜里,刘一还是很担心,他问板东吉武怎么样。 板东表示,吉武人还是不错的, 可惜跟阿湘情深缘浅,命运弄人呢。 那天之后,这件事也慢慢沉寂了下去。 吉武一直默默的捕鱼,只有无休止的工作,才能让他忘掉心中的痛。 东京这边,绿子正在给丈夫准备晚餐。 可这天的新闻让他如遇雷击。 1936年2月26日,东京发生了军事政变, 而小斌也在那支队伍当中。 这让绿子瞬间坐立南安,同一时间陆召也收到了消息。 板东不以为然地安抚众人,当年就说要出事, 绿子不听有什么办法,说完转身走了。 这个老头一向嘴硬心软,总是默默地承担着所有。 另一边的绿子也是痴痴呆呆, 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般, 他很难想象接下来他要怎么办。 就在绿子万念俱灰之时,小斌回来了, 但小斌明显状态不好, 连这个漂亮的娇妻都没有搭理, 静止地回到了屋里, 绿子知道事情肯定严重, 赶忙跟了进来。 但他什么都没问, 聪明的女人知道, 这时不该多嘴。 所以小斌叫停了绿子, 他告诉了绿子事情经过, 本来和他有关系, 但他被政变部队的同伴排挤, 所以并未加入叛军。 而叛军行动失败, 他是玄之又玄地躲过了。 另一边, 板东来请教曾经的师父, 一副不惑之年看破红尘的样子, 他跟老掌柜说, 绿子那边他也无能为力, 阿湘和梅木又跑出来个急舞, 英一郎更是没出息。 老掌柜表示, 我家里也有好多事, 但万事,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好, 大智若鱼才能通透, 人的一生任重而道远, 在悲凉的马路, 也会盛开魅力的花朵。 板东听后觉得有道理, 往后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果然是嘴硬心软的老头, 想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是不可能的。 同一时间的外穿, 吉武接到了电话, 对方让他火速赶往东京, 这天的吉武格外的帅, 一身西装显得英俊潇洒, 对方一条一条地念着, 念着吉武的所有遭遇, 遇难后先去了美国, 后面又去了菲律宾, 原来这里是海军基地, 他们想让吉武去当特工, 因为他会英、非、日三种语言, 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 吉武当然拒绝, 此其老婆都没了, 哪还有心思效力国家。 也是在这晚, 家人劝说吉武再婚, 如果结了婚, 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可吉武表示, 如果再逼他, 他就再次消失, 说完起身就走了。 同一天晚上, 阿湘做了一个梦, 一场谈不上悲伤还是幸运的梦吧, 然而回头的一瞬间, 梅木却在旁边盯着他, 阿湘很尴尬, 说的梦话肯定被梅木听到了吧, 梅木只是说了一句睡吧, 阿湘很纠结,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呢? 其实他的内心还有吉武, 只是心变了。 第二天, 绿子就从东京回来了, 绿子每一次出现, 往往都要有事发生。 板东今天满面春风, 还故意问绿子是不是分手了, 绿子笑着表示说, 恐怕不能如您所愿, 我们夫妻关系很和睦, 今天来就是告诉大家, 小斌去了满洲, 所以他也要去满洲了, 这次来就是为了道别。 这让板东一乐, 问他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 绿子却说, 我必须去。 尽管板东不愿, 刘依也在一旁劝说, 但绿子态度非常明确, 傻小子英姨郎还跟着凑热闹, 这让板东一下子急火攻心, 几口气都没有缓过来。 阿湘也在此时哭了出来, 大家心里都知道, 去了满洲就是九死一生。 所以阿湘也劝说绿子, 他不愿意失去这个姐姐。 事实上, 板东太了解这个女儿了, 一旦做了决定, 就绝不会回头。 所以板东让一郎去取钱, 把今天的所有钱全都拿过来。 在这种时候, 板东的霸道根本不给绿子拒绝的机会, 他怎么舍得自己的宝贝受苦, 然后缓缓地拉住了绿子的手。 好似自诉一样地对他说, 我们也许再也见不到了, 我有这种感觉。 绿子赶忙说, 我又不是去打仗。 没事的, 但板东不是这个意思, 他怕自己撑不到绿子回来了。 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 最近自己也有感觉, 心脏越来越不好了。 尽管绿子还在说, 板东却不以为然, 轻轻拍打着绿子的小手, 就像小时候逗他的样子。 我最后, 昨天我父亲的家庭被拒绝, 我被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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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拒绝了, 他被拒绝了, 我被拒绝了, 我被拒绝了不及, 我被拒绝了, 我被拒绝了, 你不想去 你不想去哪儿子 我看你 我看你自己的女人 我看你自己的女人 我看你 我看你 生活还要继续 绿子走后 陆兆同往常一样忙碌着 也是在这天 阿湘的舅舅来了 这个挑事经一来就说了件大事 他问眉目那晚没事吧 这让眉目很尴尬 原来最近的眉目经常夜不归宿 阿湘还没来得及疑惑 就来了一批不速之客 是一帮日军 日军此来是借人的 他们人手不够 所以从民间调集 镜头一转 外穿的渔夫也没有幸免 偏偏这时又碰上了入罩的人 但上一次喝过酒之后 他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这种时候遇见彼此 颇有一副他乡欲固知的感觉 一直以为只有女人爱八卦 原来男人也丝毫不逊色 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各种讨论着 从集武终身不娶 聊到阿湘肯定要离 最后聊着聊着 还聊到了警察局去了 另一边 得知消息的阿湘来找眉目 告诉他工人们出了事 需要负责人出面解决 眉目听后就赶了过去 可在警局碰上了集武 他也是愣了一下 这两个争夺阿湘的男人相遇 注定不会平静 集武很洒脱大度的问好 而眉目则一言不发 也是在师父和集武说话时 这家伙开口了 眉目继续说 我不可能和阿湘离婚 你早些死心吧 否则到最后只会自取其辱 他又对眉目说 那你就好好珍惜阿湘 集武让他自己去想吧 这边刚刚结束碰撞 大师父就赶紧和阿湘说了 说在警局碰到了集武 并把事情经过 全部告诉了阿湘 深夜 眉目又是喝得伶仃大醉 连走路都是左右摇晃 凉凉呛呛的往家里走 他内心很难受 刺痛他的不只是现实 还有集武今天的话 从气场和态度来说 他已经输了 阿湘担心自己的老公 于是出来迎接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他马上要知道一个惊天消息 眉目表示 不用你管我 你自己回去就好 还借酒撒欢的告诉阿湘 我不要回那个家 你的父母总是监视我们 阿湘说 那我们出来住吧 眉目又没事找事说 你是想赶我走是吧 索性把我推下去 一了百了算了 眉目继续说 我觉得一切无所谓 你去找集武挺好的 孩子给我留下就行 那是我眉目家的子孙 接着又像自嘲一般 说自己太累了 说阿湘不了解他的真面目 阿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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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让阿湘呆若目鸡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是看到眉目自暴自弃 又觉得都是因为自己造成的 第二天 醒来的眉目发现 阿湘不见了 这让眉目瞬间如坐针毡 看到院子里的双胞胎儿子 眉目想了一条妙计 他决定以退为进 当年 第一个用这招的是阿满 今天是他眉目 他一副成荒成恐的样子 并和板东交代了很多 表示自己不适合当掌柜 另一边 阿湘再次踏上了 开往外穿的班车 这次 他痛下决心 一定要和吉武说清楚 绿意盎然之下 阿湘静静等待着 吉武终究还是来了 阿湘很礼貌地问好 吉武很高兴 他没想到阿湘竟会主动联系他 毕竟 对于吉武来说 阿湘是他的最爱 但此时的阿湘早已不再是 吉武的云彩 痴情容易转头难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阿湘问他 他是不是跟眉目相遇了 还侮辱他是窝囊废 这句话纵然扎心 但吉武没有说话 阿湘又问他 你为什么拒绝相亲 还说什么终身不娶 这话让阿湘很尴尬 只能拿情缘深浅来搪塞吉武 还说吉武这样坚持 只会让他更难过 这就是对他的折磨 吉武又说 吉武又说 阿湘还在说着 说着这些不可能实现的话 他们真的在一起了 但是很短暂 只是简单的在一起坐着 吉武终于表态了 他本打算不管怎么样 都要抢阿湘回来 但是现在他懂了 懂了阿湘有了家庭 有了责任 有无法逾越的父母 这些大山 阿湘翻不过去 甚至他默默注视着阿湘 都会为他的家庭带来负担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吉武如此坚强的男人 现在眼角也泛起了泪光 他深知有些事 只能放在心里 也许他也只适合 悄无声息的消失 本想须迷到不朽 奈何一夜成之秋 红尘注定万般因果 今生的他们 也很难在阴阳焦灼 几层河时 两只手彼此交融 象征着承诺 当年的海事山盟如风而过 再看金招 两指相交 同样是承诺 但这一次却是道别 甚至会成为真正的永别 第二天 吉武再次来到了海军基地 这个他曾经拒绝过的地方 纵然对方告诉他 当特工久死一生 危险之大 很难预料 但是 对于此时 心如死灰的吉武 他没有一丝畏惧 他无比坚定地点头同意 同意时间的入照 迎一郎来找阿湘 这一次 一郎没有废话 直接告诉阿湘 吉武哥两点的火车 要去哪里不知道 家人也都不知道 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阿湘本以为自己心如铁石 再难被挪动半分 可得知吉武要走的消息 他再一次内心崩塌 这些假装的坚强不堪一击 所以 他追来了 对于阿湘来说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追来 亲手推开吉武的是他自己 亲口说出诀别的 也是自己 可为什么 为什么他的心如此之痛 就和当年失去吉武的感觉 不差分毫 火车已经启动 阿湘发疯一般地找着吉武 现在的他 哪里还有半分矜持模样 让人泪目的 往往是平凡的感动 这一次的分别 注定是不平凡的 有可能就是最后的永变 一直到了夜里 阿湘的情绪才算平稳 眉目只是静静地站着 破天荒地夸赞了吉武 为了阿湘能够幸福 吉武离开家乡去了菲律宾 眉目也深感有愧于他 阿湘说这事怪自己 他说了很多责备他的话 还让吉武不要再出现 与此同时 板东也来了 他是听一郎说的 所以他也是为此事而来 害怕他们有压力 故而开导两人 当然夸赞吉武是少不了的 同一时间 外川这边也没闲着 船长表示 少爷完全没必要离开 母亲弟弟都在这里 就算要离开 也是眉目他们离开 凭什么是少爷离开 利根告诉他 第二天 一郎又告诉阿湘 善吉继承了外川 吉武走之前告诉过家人 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让刚刚好些的阿湘 心情再次变得沉重了起来 因为逼走吉武的就是他 生活不会因为某件事 就可以停下来 形势也开始越来越紧张了 这天一大早 飞机的轰鸣声响彻半空 战争形势愈演愈烈 工人们也开始担心 平静的生活还能继续下去吗 另一边 英一郎这个少爷还没起床 他翻来覆去心事重重 偏偏这时 阿湘来找他了 俗话说长姐如母 绿子不在 阿湘为大 一郎跟他说了自己的秘密 一郎跟姐姐透露 自己因为喝醉 不小心跟异季有了孩子 目前对方已怀有五个月的身孕 阿湘随即告诉一郎 你一定是被骗了 偏偏这时 雍人过来说板东找他 姐弟俩瞬间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板东告诉他要去相信了 阿湘舅舅亲自介绍了个 酿造厂的千金 这消息让英一郎有点猝不及防 为了防止被骗 阿湘决定带一郎去调查情况 他们来到一季上班的地方 来清楼并不稀奇 但姐姐带着亲弟弟去清楼 这事还是头一次 两人跟老板的谈话很是拘谨 毕竟对于他们来说 来这种地方还是很紧张的 阿湘让老板给弟弟安排那名义计 可老板说 那名义计在开工 瞬间就让阿湘醍醐灌顶 如果真的怀孕了 怎么可能接客呢 当然老板也不是简单货色 知道这俩家伙是来找事的 但也能看出他们是有钱人家 所以打手围上来也只是吓唬 怒斥他们竟敢来这找事 好在入召的员工及时赶到 将少爷和小姐救于水火之中 赢一郎平时没什么架子 所以工人们很喜欢这个少爷 几个人还调侃了少爷一番 这天板东很高兴 因为一郎跟酿造厂千金的婚事定下来了 他也算了了一桩心事 但是好景不长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征兵令就到了 这次调的人正是英一郎 指导消息后 全家人的心情都很低落 男人们表示是好事 女人们却舍不得一郎去 最后板东发话了 去是必须要去的 但是要把婚先结了 但糟糕的是 对方听闻英一郎要上战场 不同意提前举行婚礼 意思也很明显 等一郎活着回来再说 纵然板东很愤怒 但也无可奈何 入伍的日子还是如约而至 英一郎真的去了部队 不一样的环境 自然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新兵入伍第一天 就是老兵游自过大年 老兵上来就是一人一拳 谁都跑不了 英一郎也不例外 入罩这边 板东又憔悴了几分 嘴里一直刀念着一郎 虽然对这个儿子一向严厉 但是哪有不爱儿子的父亲呢 只是有些不甘心 刚刚确定了 应一郎为继承人 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另一边 眉目也在安慰着阿湘 他也即将要上战场 随着战线的扩大 民生物资和大量男丁 被送往前线 岛国已经与英美 进入战斗状态 整个国家已经风雨飘摇 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就让我们大结局再揭晓吧 喜欢的不要忘了 点赞订阅转发哦 点赞越多 更新速度越快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